總統招勒 怎麼這麼欠債 請問 眼睛看不懂 他就不要你冷靜 不會不講 局委員 如果您要放棄你的花園 三分鐘時間到 我們就宣布另外一位來花園 我們再一次請徐委員有名發言 如果我們練三次不發言 我們就換下一位來花園 我們請徐委員有名發言 請徐委員 到底我可不可以講話 到底我可不可以講話 我可不可以講話 我可不可以講話 請徐委員有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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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開始 我到底可不可以講話 到底我可不可以講話 到底我現在可不可以講話 我可以講話 請徐委員會 請徐委員會 請徐委員請 那到底我現在可不可以講話 我只講一個事情 2015年 11月29號 蔡英文出席 2015年 11月29號 蔡英文出席林淑芬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蔡英文說 現在電視上看到許多立委 反映的多是上級黨藝 而非全體民意 國會應該要改革 讓更多像林淑芬這樣的專業 優質立委進入國會 徹底為人民發聲 2015年 11月29號 蔡英文出席林淑芬競選總部成立大會講的話 各位 這個蔡英文口中 全體民意 國會要改革 國會要改革 專業優質立委的林淑芬 今天 說不出席院會 我想請問各位 我們這個國會怎麼了 林淑芬委員 蔡英文講的 他說很多立委 電視上看到很多立委 反映的是多數上級黨藝 而非全體民意 國會應該要改革 我們新國會怎麼了 林淑芬這樣子 蔡英文所講的 專業優質的立委 執政黨的立委 今天 竟然說他不會出席院會 各位 林淑芬是 未還委員會的招委 林淑芬委員非常專業 他所做過的事情 大家都非常了解 今天為什麼 他不願意來院會 他接下來會被黨紀處分 我想請問 為什麼我們的新國會 又回到黨議 綁架民意這個階段 我真的懇請各位 這是游盈榮做的民調 五成三希望維持七天假 四成七不在 時間已到 下一位 下一位 我們請 下一位 我們請 洪委員持庸 我們請 我們請 洪委員持庸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习委员我们的时间一到 下一位我们请红委员慈庸花园 各位同仁大家好 其实今天看到这样的场面 我觉得个人感到非常的遗憾 其实今天最主要的争议 是在删除七天假这上面 其他的一例一休或是两例 其实都可以讨论 但是我们真的很遗憾 经过了这一段时间 最后不管在野党再怎么努力 这七天假还是要删除 谢谢好 在审查的时候 我们尊重一下台上的委员好吗 在上次审查的时候 林淑芬委员他说了一句话 这是一个已经注定结果的审查 到今天为止 一样经过了多次的协商 我们看到的结果还是一样 删除七天假这件事情 看起来已经在悬上了 我要跟各位委员说的是 大家可以有各自的组件 没有关系 但是我在这边 我要替年轻的劳工朋友 说几句话 之前在空听会的时候 有很多人提出来 今天为什么在台湾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他不愿意结婚 不愿意生养育小孩 这是因为我们低薪 跟高工时所造成的结果 年轻人现在的高工时 我想这个我都不用再说 上礼拜很多的委员都讲过 因为高工时 现在的年轻人他没有办法陪伴家庭 没有办法陪伴小孩 所以很多的人他选择不生育不养育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公时 不是今天三不三这七天假 这表面上面的问题 而是我们国家到底要提供给年轻人 年轻的劳工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让他可以为台湾生养育更多的小孩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只是台面上 我们要不要删除这七天假的问题 我是年轻的劳工 我在踏监立法院之前 我跟这些年轻人一样 我知道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所以蔡英文总统说 他要为年轻人改变现状 但是改变了什么现状 这个是我要再次提醒的地方 所以今天这七天假 我们希望在场的立法委员 不管是在野党或是执政党 大家都可以再想想看 是不是一定要砍掉 现在的民调 大多数的年轻人 他是不支持砍掉这七天假的 你要让他们假日能够来加班 你要维持一地一休 他们或许还可以同意 但是删除七天假这件事情 请大家三思 谢谢 好谢谢 洪委员 下一位请高禄以用委员 我在这里 很肯切地 拜托各位委员 各位同仁 看看外面 在绝食的劳工 听听外面 在抗议的劳工 请你们听听他们的心声 如果你们是劳工 你们就会知道 在劳资双方 是武器不平等的 你们就会知道 当工时 工资出问题的时候 劳工是没有得到很大的保障 所以在二十四条 如果工时工资 有正义的时候 我们才会说 有关于这个部分 劳工如果提出这样的争议 这样的举证责任 就是要再雇 雇主 这样这二十四条 就是要为了 保障这个武器不平等的问题 可是你们这一条不让 如果你是劳工 你就会知道 台湾的劳工的 休息的时间并不够 你就会知道 台湾是过劳之道 你们就会知道 我们劳工是用血汗 来赚取我们的生计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三十六条 希望能够争取劳工的休息权 如果你们是劳工 你们就会知道 每当年底的时候 你们的特休 永远没有修到 看得到 吃不到 这就是劳工现在的困境 这也就是为什么 第三十八条 我们希望 劳工的特休 能够给予保障 如果 你们是劳工 你们就会知道 劳工永远打不过财团 你们就会知道 劳工如果 遇到大量工时工资的问题 他们的罚款 对他们来说都是九牛一毛 请问一下劳工有什么保障 这个就是七十八之一条 我们要去争取的 可是你们一条 也不让 我在这里 呼吁 不好意思我正在发言 希望台下的委员能够尊重 因为我曾经是劳工 不要影响花园者的权利 非常多劳工的辛苦 我点滴在心头 我在这里 恳切的 希望各位委员 各位同仁 能够听听 外面劳工 谢谢 高禄 好谢谢 高禄 余忤委员 防 fu 報告委員會 針對扁月民進黨黨團依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33條第二項第59條規定 針對第24條之逐條討論提出停止討論 進入表決是否有當盡情公決 我們依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33條規定 現在針對民進黨黨團提議停止討論 進行表決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有民進黨委員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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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